今天是中央援助香港特區建設社交隔離設施的第五項目完成交付給我們 洪水橋的社區隔離設施和其他的隔離設施是會有一些不同的 因為洪水橋隔離設施除了用作一般的社區隔離設施以外 我們也將會利用它作為長者的站托中心 一般的社區隔離設施在洪水橋 我們將會提供大約是550個房間有1600個床位 長者的站托中心我們利用了大概是三分之一的面積 我們有兩個原因在這裡將它營運成為一個長者的站托中心 第一 因為在長者站托中心的需求方面是大的 供應是緊張的 另外我們希望將洪水橋設施所能提供的功能和價值提升和釋放出來 所以將這個設施變得有兩個共同用途 長者的站托中心將會交給社會福利署去負責管理的 而社會福利署是會密室在這方面有經驗有專業的一些營運者 去負責營運這個長者的站托中心 將會提供護理和照顧服務 而醫管局也都會提供醫生和護士在這個設施裡面去照顧長者的需要 應該長者的站托中心可以在4月裡面就開始營運了 長者的站托中心就是因為它有一個上階 令到在這裡工作的站托中心的人員 第一 在整個環境裡面不用日曬雨林 我們會去安排一些方便輪椅進出的無障礙通道 我們其他的這些大房也都會加一些屏風 我們在洗手間方面也都會照顧這方面有需要的人 就增加他的照明